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徒儿 你的武功也算是不错的 您正要我离开您 你是堂堂的男子汉 不应该老是留在这儿 我要你下山用你的武功除奸恶服正义 这样才不会辜负我教你的一番心血 好 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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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们歇会吧 好的 金大哥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可要留神 这几天千万别让女儿出去灌街创门 什么原因 大事不好 天雷帮的首领冷天雷 派了好多手下到处去抓单身的女孩子 天雷帮 天雷帮这帮坏蛋勾结官府 势力越来越大了 咱们这些老百姓要遭殃了 好香啊 大叔 给我来两碗面 好好好 一碗三文钱 两碗六文钱 钱刚刚花光 大叔 有没有不给钱 又能吃得饱的 有有有有 这个就不用钱 你多喝两碗就会成饱的 谢谢 老板我替他付钱吧 好的好的好的 这两碗面你先吃吧 谢谢 谢谢 天雷帮 是天雷帮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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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慕隆门的人 我们要带这个女孩子去见帮主 我们慕隆门的人 没那么容易跟你走的 说得对 容不得你不走 你什么人 好打不平的人 我来陪你们玩玩 想逞一个手 上 走 走 停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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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幹嘛走這麼快啊 我不會趕狗入窮巷的 喂 小心摔倒 多謝這位大俠相助 不必多謝 我最喜歡行俠仗義了 而且我也不是什麼大俠 小俠而已 這位大哥倒挺風趣 我們後會有期 我最喜歡行俠仗義了 大英雄啊 你真了不起 吃吧吃吧 我沒錢 不用錢啊 你替他們趕走了天雷幫那些壞蛋 又替我們出了口悶氣 這隻雞呢 是我送給你吃的 送的 那我不客氣了 吃吧吃吧 吃起來倒挺不賴的 去吧 吃起來 有 餘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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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你们想怎么样 我们在这等你很久了 你是不是木龙门的人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是的话跟我回天雷帮见冷帮主 冷天雷 不错 你们真有种 本事要在大树上睡得香香的 你们就算敢吵我 你存心想结粮子 不想活我就成全你 上 想死啊 我来成全你们 小子 你有种 咱们走 不必多谢 不必多谢 路见不平 我应该把刀相助的 谁说我要多谢你了 喂 你干嘛打我 我是打醒你 叫你不要那么多管闲事 什么 我是来救你的 你还说我多管闲事 谁让你来救我的 是谁请你来救我的 好 你对我不对 我救你就错了 可以了吧 嗯 你给我站住 你闲着没事破坏我的好事 瞎耍了几句就想溜啊 你这个人真麻烦 我说我错了还不行啊 是不是要我跪下来 向你认错啊 这次我饶了你了 下次如果再多管闲事的话 不要怪我不客气啊 哼 喂 哎 等一呢 你真的是木龙门的人呢 你管我是还是不是 你有想多管闲事啊 不肯说是吧 我打到你说 别打了 姑娘 你的功夫不像是木龙门的吗 那又怎么样 其实以你的身手 应该胜得过我刚才那几个笼包 我倒有点糊涂了 干嘛你要让他们抓住你呢 你这个臭狡猾 根本就不配管我的事 你这个臭狡猾 是吧 是吧 冷藏主到 再见冷藏主 坐 禀告冷帮主 各邦会应交的礼钱全都带来了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聚会 中原十大黑道邦会的丑领 都来到了天雷邦 很好 你们谁有话要说 在下是山西黑龙会的首领侯杰 刚刚加入天雷邦 成为冷帮主领导下的一份子 为了表示忠心不二 特别带了份博礼来孝敬帮主 从今以后无论帮主有什么吩咐 我定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好 一个在所不辞 那就交出你的右背来吧 右背 算你有种 留下你这条手背 好好地替我办事吧 多谢冷帮主开恩 启禀冷帮主 我们已经照你的意思控制了河南标局 没想到他们竟然找到慕龙门替他们出头 连同名门正派对付我们 我们已经损失了十几个弟兄了 岂有此理 慕龙门的人真是不知好歹 我们的家人 专门跟我作对 我天雷帮不是好惹的 你们先放弃河南标局 在我跟慕龙门把恩怨都了结之后 你们再放胆去干 是 各位 这些日子来咱们在黑道上横行 从来就没人敢说半个不辞 如今朝廷相爷恩责我天雷帮 派韩总管亲自来照应 有朝廷的称邀 我天雷帮更是如虎天意 今后只要是能赚钱的买卖 你们尽管去干 但是各邦会每年收入的一半 要归我所有 大家听清楚了 冷帮主 收入占一半似乎太过分了 秦宝主不服 不敢 在下只是为自己的利益打算 好 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你就要脱离我天雷帮的控制 还想唆使其他人自立门阔 冷帮主 你不要听醒谣言 秦某一向佩服帮主 从未有个异心的 那你十月初时在杭州最月楼 捡过些什么花 你们归顺我天雷帮 就要遵守当初发下的毒誓 不要以为远离此地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要想控制你们简直易如反掌 记住 我就是主人 你们全都要为我做事 今后任何人若有二心 做出不立天雷帮的事 一律歌杀勿论 报告帮主 今天抓了些怀疑是慕容门的女孩子回来 经过审问 似乎没有一个是帮主要找的人 请帮主亲自过目 这个不会武功 不是 你是不是慕容门弟子 我不晓得什么慕容门那大爷 求你放过我 快把女儿还给我 快把女儿 爹 快女儿 你们这帮丧境天良的坏蛋 快女儿 快跟爹走 快走 有父亲的更不是我要找的人 我们全都不是慕容门的人 没用的东西 提兵帮主 我们本来抓到一个好像是帮主要找的慕容门女弟子 谁知道让个小伙子给救走了 居然让他给救走了 专重 无论如何一定要把那个女的给我抓回来 遵命 这几个女孩就送给里面的头领享用吧 你 你是 我 我是来住店的 小店的规矩是先要付租钱的 掌柜的 你不是说过马房还有地方住吗 你给他住吧 租钱我给 好好好 请跟我来 那我都要领你的好意 让我有马房住 不必多谢 不必多谢 小心马蹄子 你少操心 我总在拍马屁的 谁要你来拍马屁啊 我警告你 我的事以后不准你再管 那倒说不定啊 本少爷看不顺眼的 就一定要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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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晚上都这样 天还没亮我就被你给踩死了 以为你讨厌就算了 没想到你主人更讨厌 这么多麻草 走为上策喽 走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冷帮主 深夜突来打扰不会见怪吧 欢迎欢迎 韩宗官亲自到来必有重任要交代冷帽 请坐 冷帮主 相爷要武林各党门派归顺朝廷已清除异己的心愿 你是知道的 但是目龙门不但不接受收买 还四处联络各派 以正派之手自举 这是个心腹之患 我们相爷不便出手 想借助冷帮主之力 大人请放心 目龙门是天雷帮的死对头 我早想去闯他一闯 何况目龙门的创派女掌门 常天怡已经死了 她丈夫林汉峰也已归隐 这正是我动手的好世界 好 事成之后 帮主必有大大的好处 不过我听说冷帮主二十年前失去的女儿 现在正是目龙门的人 可有此事 提起此事 我更要对付目龙门不可 二十年前 李家宝保主从海外得到两卷阴急九旋真功的秘迹 如果能够诏书苦练成功 就能够天下无敌 你们是什么人 我就是冷天雷 快点把阴急九旋真功的秘迹交出来 我怎么样也不会把秘迹交给你这武林败类的 不容你不交 上 他 calculations 他死有不仅仅仅 Hmm 有 已经是 我们夫妻俩终于把他们杀死 谁知道李保主的弟弟突然杀出 按照我妻子欠回秘籍的下班 于是我就跟他打了起来 我击败了他 正想抢回秘籍的时候 暮龙门的常天仪林汉峰夫妇进来插手 我拿了秘籍的上班步先走 我虽然得到了秘籍 我的女儿却落在他们手中 慢着 这个小孩子蛮可爱的 别哭 我是最近才知道 女儿原来一直在暮龙门 所以我就派手下出去 凡是暮龙门的年轻女子都给我抓回来 看能不能找回她 禀告帮主 被人救走的暮龙门女弟子又让我抓到了 先把她押到地牢 我马上就来 是 冷帮主 如果你女儿受了暮龙门的屠毒 不肯认你为父母 你怎么办 她不认我 我就亲手把她杀了 我要让暮龙门的人 尝尝我阴极九泉真功的厉害 对了 冷帮主二十年来苦练阴极九泉真功 想必大功告成了吧 哈哈哈哈 这二十年来 我日夜苦练 总算让我练到了第八重 如果在炼城地基有虫 那我就天下无敌了 哼 好 让你见识见识 来 来 来 把你带上避火 扶 ا contained 这是盖世神功 难怪相爷如此一众冷帮助 那如果人中了这一仗会是什么样子 中了这毒仗的人 不出两个时辰就会中寒阴之毒 血脉兵机而死 不非是李家宝的人才能解此毒 为什么 因为下半部密集在他们手里 上面才有解毒之法 这倒是个后患 所以我二十年来到处再找李家那书之俩 一定都斩草出根 放这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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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把钱就一掌打死你 你打死我 谁来救你 糟糕 冷天雷来了 快躲起来 不用躲了 快出来吧 冷天雷 我就是李赛南 原来你就是李家宝唯一的孽种 你是自逃罗王 我今天来是要娶你的狗命 岂有此理 让他们逃掉了 我已经警告过 叫你不要管我的事 好了 现在你知道厉害了 你干嘛瞪着我啊 我的报仇大计给你全盘破坏 你还不忍错 我没错 你没错 我老是告诉你吧 冷天雷派人四处找他的女儿 我就假装扮成他的女儿 等人来抓我去天雷帮的 如果不是你瞎撞进来 冷天雷早就被我射中 变成你限制不得性了 要不是为了救你 我也不会变成这样 算了 你向我认错 我就给你解药 我说过我没错 没血药你会死的 我宁死也不受你的威胁 好 你就坐这等死吧 算了算了 我不用你认错了 只要你答应我帮我杀冷天雷 我就给你解药 你真的答应了 你真的答应了 先扯他 你试试运工 快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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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哪儿啊 你答应我的事呢 我答应过你什么事 你不是答应过我 要帮我杀冷天雷 杀冷天雷 我是答应过你 不过我没说是什么时候 你耍赖 来而不枉非礼也 既然你可以威胁我 我当然也可以耍赖了 不守信用 你简直是个小人 你打不过的 我和你啊 可以说是天生一对 小人 失败了 你想干什么 好 我有重要事要赶去木龙门 借你的马 用一用啊 哎 我还没有答应啊 你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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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长安 有个来历不明的人 从山下硬闯上来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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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真是岂有此理啊 堂堂一个目龙门 也好让坏人都分不清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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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是什么人 竟敢来到乌龙门导人 我 我叫杜孟非 既无门又无派 你的弟子 连问也不问清楚就逼我出手 我这次来啊 是来帮你们的 哼 我们目龙门是堂堂正派之手 再无能也不虚劳翻阁下 你太狂妄了 快丢滚 骑兵掌门 当日我跟两位师兄在城外被天雷帮围困之时 幸亏得这位大哥相助 哈哈 幸好目龙门还有一个讲道理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糊涂 你胆敢无礼 哎 随你怎么说 我今天来是通知你们 冷天雷勾戒朝廷韩总管 要对付你们目龙门 你们每个人最好准备一下 幸会幸会 冷天雷 你究竟想怎么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长天已死了 林汉风已经归隐 我倒要看看目龙门到底还剩下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你就是县镇掌门人 正是 天雷帮跟目龙门齐正不两立 我要目龙门从此不存在 冷天雷 你太成功了 上 跑 快 張文人 还是你亲自上 肉 啊 哦 突然 啊 我们要保住墨龙门 大家上 好 你过来 小姑娘 你姓什么 墨龙门弟子布婉儿 你就是常天怡那个入室女弟子 不错 我告诉你 你不姓牧姓冷 你是我的女儿 不是 我没有父亲的 二十年前 常天怡把你带回来 今天我要你跟我走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若不走 就跟他们一样 死无葬身之地 过来 等一等 冷天雷 什么人我都见过 如此蛮横霸道的 你还是第一个 哪有强迫人家认你是父亲的道理呢 这样吧 今天等你老子我 来教训你吧 放肆 你这小子不知死我 我就先送你贵心 冷天雷 就没了 林汉丰 林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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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师祖回来了 好极了 连你也来凑热闹 二十年前在李家宝的恩怨 今天一切了断吧 冷天雷 善恶到头终有报 我劝你还是改邪归正 回头是案的好 废话 我先拿下你这个老怪物 来祭我的阴极九神真弓 已经练成了密集上面的真弓 不错 快 呢 爹 叫 叫 一下 啊 呀 呀 наж 呀 走 啊 想不到我八重九旋真功 还有对手 好 等我连成第九重后再来领教 林师祖 幸好你及时赶到就回木龙门 为何不趁这个机会铲除这个大木头 全有幸无力 刚才最后一击 已经用尽我必胜的功力 我现在已经武功全废了 今后岂不是没人能够对付冷天雷 对 我想他不会放过我们木龙门的 要是你们转移到别处去 木儿 你过来 掌门人 有何吩咐 你既然是大魔头的女儿 木龙门再也不能够留你 掌门 不必多说 木婉儿 我现在以掌门人的身份把你逐出木龙门 这 不是 我不是冷天雷女儿 李师祖 你告诉我 我是不是冷天雷女儿 是的 他千真万确是你的父亲 当年我们把你带回来抚养 并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你们可以用脑子想一想他自小在木龙门长大根本不晓得自己的身世不知者不醉嘛啊 更何况有哪个一出事就能替自己挑选一个好父亲啊放肆 木龙门的事不用你来管 看不顺眼的就要管 你们是非黑白都不分还算什么名门正派呀 冷天雷是我们木龙门的死敌 将来必有决意死战的时候 谁敢担保他不念妇女之情 判施通敌的 我 我敢担保他 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专打抱不平的杜孟飞 好 让我来教训教训你 教训我 我来开导你吧 杜大哥 你还是走吧 我是来帮你的 你让我走 这是我的事 你别插手 村长们 为了恩师 为了大家 我就退出木龙门吧 木姑娘 不要再受这个臭掌门的气了 咱们走 雷师父 木姑娘 你在想什么 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行下仗义 并不一定要做木龙门的弟子 我在想 为什么我是冷天雷女儿呢 你是你 她是她 难道你连那句什么 出于雾露而不然 都不明白吗 木姑娘 你打算去哪儿啊 我从小就没离开过木龙门 我也不晓得去哪儿好 既然你也不知道 不如这样吧 你跟我一起闯荡江湖啊 你怎么 没什么 怎么回事 原来是你捉弄我 我真是对不起 是我不对 破坏你们两个的好事 莫姑娘 如果你不知道去哪 倒不如跟我闯荡江湖 喂 你胡说八道什么 好 莫姑娘 你要小心他 他貌弱君子 其实是个小人 喂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救了你一命 你不但不谢谢我 还偷了我的马 我是来跟你算账的 不用理他 咱们走 走 你答应我的事呢 我 你又想耍了呀 杜大哥 你们有事我先走一步了 莫姑娘 莫姑娘 真是难舍难分 你干嘛老缠着我 我跟你有缘吗 谁跟你有缘 你不是说过我俩天生一对小人吗 我 你 哎呀 小姐 请你跟我们回去见冷帮主 哼 上 上 三 您 他 他 他 那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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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他回去 救命啊 救命啊 老婆什么事 有个姑娘被天雷帮的人抓去了 那位姑娘穿什么衣服 好像穿白衣服 白衣服 穆网儿 一年 杜孟妃 杜孟妃 现在他们都知道你是我女儿 你不认也不行 我没有父亲 这二十年来我受的是恩师教养 是穆龙门的恩德 我明明活着 你却当我死掉 你不要死心啊 你一心想着慕容门 可是人家不要我 把你赶了出来 还是回到我的身边好 我有财有势 连当朝的相名也要顺着我 有什么不好 我不要这种才是 我只要天雷帮 不再欺负良民百姓 只要你不再跟武林同道为敌 我就认你为父 真是异想天开 我最后一次问你 你认不认我这个父亲 站住 靠 我这心废了你 非让你留在这不可 你不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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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大哥 又是你这臭小子 不错 今儿是我 你想救他 哈哈哈哈 我看你没有尝过死的罪 天 Elizabeth 天川 因此 臭小子果然有两手 好 我也让你知道阴急九旋真功的厉害 文字 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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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 冷天雷 你也有今天了 我要亲眼看你死在李家的独门暗器之下 幸亏我已练成金刚不坏之身 不然正遭你的妖女的暗算 杜大哥我们快走 你觉得怎么样 我 我还是觉得很冷 那怎么办才好 原来你们两个躲在这里 我千辛万苦的才摆过那个冷天雷 你俩只顾着自己逃 连救命恩人的死活都不管了 姐姐 你想办法救救他吧 他会不会死 你放心吧 有我在这他死不了的 你出去替我摇碗水回来 你想怎么样 我要治住你全身的药绪 你怕怕会害死你 我知道你不会害我的 水来了 水来了 好 你给他吃吧 嗯 嗯 你先扶她躺下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自己要好好地想一想 有哪个女孩子肯抓着这个臭小鸭子替你治病啊 以后做人啊 最好要有点良心 好了 没事了 谢谢 哦 我救了你 你倒谢别人啊 谢谢你救了我 你用不着在这假惺惺了 如果你真的要谢我的话 就帮助我杀冷天雷 好 一言为定 木姑娘 那你呢 我 奇怪了 冷天雷一向是你们木龙门的死对头 为什么你好像不大愿意去杀他们 我 我听人家说冷天雷的女儿就在木龙门里面是真的吗 是 为什么冷天雷谁也不抓只来抓你 他是你父亲 我没有父亲 我父亲早就死了 李姑娘 他姓木不姓冷 对不起 是我错怪你了 没有什么 你报仇心切 这也难怪 再见 哎 木姑娘 你去哪 我回去恩师长天一幕前守木一年陪伴他老人家 天雷帮的人可能还在这附近 我陪你去吧 哎 杜蒙飞 你还不能走啊 什么事 你要跟我回去见我二叔 见你二叔 为什么 你的伤势并没有完全医治好 如果你想清除体内的残毒 就要跟我回去见我二叔取解药 杜大哥你还是去医病吧 身体要紧 我们后会有期 哎 哎 哎 还不走啊 喂 我说 你要是叔住的地方还真远啊 走了这么半天还不到 哎 呢 到了啊 如果不是你带我来啊 我真的不知道会有这么个地方 哎 后面有帮人跟了我们很久了 怎么办 他们既然来到这里 就不要放过他们 把他们解决了吧 嗯 哎 哎 怎么不见了 上 哎 这里有座地堡 他们好像到里边去了 快回去把我阿龙帮助 好 哎 嗯 好 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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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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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来 你住在这儿啊 是啊 我跟二叔为了避开冷天雷的追杀 在这住了差不多二十年了 那可真想不到 塞南 他是谁 不行二叔 你不能够杀他 住口 这二十多年来 我忍辱图生都是为了报仇 这个地堡绝对不准外人进来 二叔他不是外人呢 他是来帮我们杀冷天雷的 就算他来帮我们李家报仇 但是他不是自己人 难保他不会泄露我们的秘密 哎 他是自己人 是我的丈夫 李丈夫 嗯 喂 你开什么玩笑 谁是你的丈夫 我不这么说 怎么能救你呢 他一拉机关 毒箭射出来 你就死定了呀 塞南 你过来 冷天雷你杀了没有 没有 出去这么久 大仇没报 到招了个账户回来 二叔 他的武功很好 如果我不嫁给他 他怎么可以帮我杀冷天雷呢 他就能个人 他就连开的 你猜不住 他就要干什么 兇小几天雷 他就会去 小伙子 你身手果然不错 我这个侄女的确有眼光 好 既然你已经是你家的人了 你跟赛南去叩拜的死去父母 是 喂 真要我拜啊 你要是想 我们就听我的话 走啊 我 跪下呀 快呀 好 好 我已经老了 有你帮助赛南 我就放心了 二叔 我曾经暗算冷天雷 本来应该得手成功的 但是非但不能够杀掉他 我的暗器还被他用内功完全逼出来了 他说 他已经炼成了金刚不怪之身了 说什么金刚不怪之身 难道他真的炼成了秘籍上的九旋针弓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 用咱们李家最毒的暗器 射他的脑后死穴 破坏他的心脉 置他于死地 对了 冷天雷的女儿你们找到了没 还没有找到 他跑不掉的 我们李家的血海深仇 要一命抵一命 想不到咱们这对小人 竟然会变成夫妻了 你也太过分了吧 怎么可以乱认做夫妻呢 对了 你说过给我解药的 什么解药啊 你的伤早就好了 什么 你又骗我 是啊 我不喜欢你老跟在沐婉然后面 所以才把你骗到这里来的 喂 你这个人 哎呀 你干什么那么凶吗 我骗你到这里来 又不是要害你 老实说吧 刚才要不是我认你做丈夫 你老老就没命了 照你这么说 我还应该好好谢谢你了 那还用说吗 你不要以为我喜欢嫁给你 碰到你啊 算我倒霉 哎 我有件事情要问你 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又有什么事啊 沐婉儿是不是冷天雷的女儿 是 你为什么要帮她瞒住我 不错 虽然冷天雷是个无恶不错的坏人 但是沐婉儿心地善良光明磊落 所谓冤有头债有主 李姑娘 看在我的份上放过她吧 好 我答应你 你居然敢骗我 二叔 我 我要你用这瓶毒药 去杀慕婉儿 二叔 我已经答应了多孟非 不杀慕婉儿的 好啊 我养了你二十年 居然比不上一个杜孟非 你 你快点去杀慕婉儿 杀不了她 就别回来见我 木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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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怎么会来到这儿 我刚巧经过这里来看看你的 杜大哥呢 他有没有来 他没有来 请进来坐坐喝杯茶吧 嗯 我弄了一些点心拿出来给你吃吧 姐姐这次远道而来 我以茶代酒 敬你一杯 木姑娘 什么事 没什么 木婉儿 我已经知道你是冷天雷的女儿 今天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你快拔剑吧 我父亲罪孽深重 一定会自食恶火的 但是我跟你无冤无仇 又怎么能够绝生死呢 不用多说了 如果我今天不杀你 我就不能够回去 如果你认为我有罪 你就杀了我吧 你来啊 过来再打呀 剑下绝生死 这儿死也痛快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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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你答应我不杀穆婉儿 现在又来害他 你给我滚 你打伤了我 快赶我走 好 你不走 我们走 你太不讲道理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 他要杀你 我是来救你的 怎么你也是连好人坏人都分不清 我又救错人了 你怎么样 你赶快离开这里 走得越远越好 我不杀你 我二叔也会犯过你的 杜大哥 李姑娘空手而回 他二叔一定饶不了他 我们快去帮帮他吧 你不能去 他二叔看见你一定会杀你的 不行 我一定要去 喂 哎呀 真被你们两个弄糊涂了 你居然敢空手回来见我 杀父母的大仇头没报 你还算离家的人呢 李姑娘 你不要进来 赶快走啊 我这是木婉儿 要杀就杀我吧 不要难为李姑娘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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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您不要杀他 他是个好人呢 二叔 inspire 放开 四姑娘 你赶快走吧 这件事因我而起 我不能够走 好 别指望拦得住我 我要亲手杀了他 二叔 我不可以杀他 混蛋 快走 二叔 你就知道报仇 你要报仇找冷天雷 不该连累下一代 二叔 他是咱们安人长天忆的入室弟子 是放魔门的人 不怕江湖上的人耻笑 您就杀了他吧 二叔 吃点东西吧 你给我滚出去 眼看着仇人的女儿 你不但不惧杀他 还要帮着外人来劝我 我算白养了你二十年 二叔 木婉儿 他是墨罗门掌门 长天营养大的 墨罗门对咱们李家有恩 如果我们杀了他 岂不是恩将仇报呢 那怎么办 照你这么说 木婉儿我不能够杀他 冷天雷我又杀不了 那我们李家的血海深仇 何时才能报呢 杜大哥 李姑娘进去那么久 不知道能不能劝服他二叔 我想很难 他二叔二十几年来日日夜也都想着报仇 他的仇恨实在太深了 木姑娘 我请你还是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不行 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 我怎么可以走呢 你们不用怕 我想过了 冤家一解脱一揭 我不但可以放过你 而且还可以跟冷天雷讲和 不过条件就是让他亲自来这个地堡 向李家祖先排位磕三个头 我们两家二十多年的血海深仇 就算一笔勾销 他们的条件就是要你在李家的灵堂拜三拜 你认为怎么样 要我拜三拜 他们受得急吗 冷天雷 如果你肯磕头认错 会有你的好处 什么好处 我知道你很想得到下半步秘籍 如果你肯认错 李家愿意拿出来跟你交换 如果你肯答应 我愿意一辈子侍奉你 好 我答应 你这是当真还是假的 我是一帮之主 难道还会跟你开玩笑吗 你们把木龙门的人也一起请来 好让我在他们面前 向李家磕头认罪 一同了结从前的恩怨 好 我立刻通知木龙门 八叔 你干什么啊 冷天雷已经练成了阴极九玄正弓 有金刚不坏之身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对手 我要趁他不防备的时候射中他的死门 破坏他的神功 才可以置他于死地 二叔 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说好要讲和吗 你怎么可以不守信用 案件伤人呢 跟冷天雷这种坏蛋 有什么信义可讲 我们李家报仇的日子终于到了 冷天雷 你果然敢来啊 我冷某说来就来 你先回天雷帮等我 我不想让你看着我向他们磕头认错 大战府知错能改 有什么可耻呢 我陪你进去吧 好吧 请 大战府知错能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知罪就不必太欠了 请 好 好极了 我们的事应该早了早好 冷天雷 前来赎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暗算不了我的 你们暗箭伤人太卑鄙了 冷天雷 你好不到哪去 居然用九轩真功来袭击我 今天你们想逃也逃不了了 天雷帮已经把这包围了 原来你们早已经传统好来陷害我们 你们才真卑鄙呢 原来你不是真心来道歉的 道歉 我要趁此机会斩草出根 赛南 你走快 我要跟这个奸贼决意死的 好 我就成全你们 我们昨天的音乐 从前方十个鲜 练追凂� 走 好 啊 原来你们早有阴谋包围这里 韩总管 丘掌门 咱们好久不见了 就是他在幕后指使冷天雷对付你们目龙门 原来有朝廷奸贼在后面撑腰 难怪天雷帮横行无际 如果你们肯归宿我们 一样可以如此威风 太小看幕龙门了 不知抬举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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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阿姨 冷天雷 你中了你家最毒的暗器 你挨不了多久了 二叔 好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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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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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长们 你怎么样 你不要管我 里边一定有重大阴谋 你快进去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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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吧 全都上来吧 上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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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串通冷偏雷 害死我二叔 我为什么还要救他 穆姑娘不是这种人 你误解他了 他现在中了毒 快把解药给我吧 你只懂得关心他 知道他受了伤 我也没有受伤 你究竟知不知道 到这个时候 你还说这些话 救人要紧吗 我从小就没有朋友 认识你以后 以为你会对我好 但是你只记得穆婉儿 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 好 我可以给你解药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我要你娶我为亲 立刻跟我拜堂成亲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wealth 莫菲 你是不是还恨我 scenarios 你可以把解药给我 的吗 我知道你是喜欢木婉儿 只要你们将来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偶尔想到我这个人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塞纳,你何必这么说呢? 我们俩都已经是夫妻了。 我们虽然成为夫妻, 但是我随时都会离开你。 你要答应我,将来无论怎么样, 你都要好好保重自己。 你干嘛说这些? 没,没有什么。 这个就是下半部秘笈。 这瓶是解药,你快去救穆姑娘吧。 塞纳。 孟妃。 塞纳,到底什么事? 你过来。 你,可不可以亲亲我? 我,你可不可以亲亲的。 你,你可不可以亲亲的。 孟妃,其实你是爱我的。 可惜我中了冷天雷的毒涨。 伤得太重。 塞纳。 没有救了。 塞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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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大人,你ugiu pen neighbours, 啊,那这是一个量。 我只想说 你是需要。 油чик有放力很大。 电会没 funcion抑为您盖饼。 杜大哥,……和我酸� Position。 你保重。 嗯,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